基督教信仰是合理的信仰 大家好,我是大鸟 今天是受难节 为什么我们过受难节呢? 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呢? 因为我们是罪人 罪的公价就是死 如果我们没有救赎的话 我们只有一条道路 那就是通向地狱跟死亡 那今天我们就要更深入去谈论一下 基督的死对我们 对我们的救赎来说 到底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意义 我会从两点来谈 第一点,基督的死是出于自愿 并且是借着圣灵 第二点,基督的死在父神的眼中 是蒙悦纳的 简单来说,如果基督为罪人死 不是出于自愿的话 那父神不会悦纳他的死 如果我们不明白基督的死 是出于自愿的话 那我们就不明白他的死 耶稣自己是这样见证他自己的舍己的 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 耶稣说 我父爱我,因我将生命舍去 并再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夺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 他没有给我们财宝 他给我们的是他自己 他是全宇宙最珍贵的 保罗这样子说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权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耶稣基督他将自己献给了富 而我们呢 因为罪我们跟神隔绝 我们也配得那个正路 还有神的定罪 但是神的儿子 他借着他的死 叫我们与父神和好 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献上给神 上帝看的是他的儿子 好叫我们这些原本与他为敌的人 我们能够从地狱这种永远的折磨当中给拯救出来 并且与神和好 耶稣基督他不只是欣然自愿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一生都是自愿顺服神的旨意的献祭 耶稣基督他不是被动的顺服 也主动的顺服 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从马朝诞生 到他死在十字架上 到他进入坟墓 他所行的一切都是出于他自己的爱 因此上帝就悦纳他的顺服 所以他的志愿是出于一个刻意的决定 他不是按自己的一世行 乃是按那猜他来者的旨意而行 那是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呢 谁送耶稣赴死 不是犹大 他是为了钱 也不是比拉多 他是因为害怕 不是犹太人 他们是出于妒忌 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是父神 他是为了爱 只按着父的旨意 他也自愿为爱舍己 我们基督徒最伟大的信仰告白就是 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 那既然耶稣基督是自愿的 那为什么在克西玛尼人里面 他求神让这杯离开呢 他求那杯离开是否代表了这 他不情愿舍己呢 当然不是 我们必须要有好几个因素来思想这个问题 那首先 圣子他从来就知道圣父爱他 不只是按照他的人性在时空当中 也是按照他的神性在永恒里面 但是圣子知道 圣父要将他的愤怒像洪水一样倾倒在他的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在三次在圣子里面求那个杯离开 第二 如果他不愿意这杯离开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确定他对那杯的可怕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但是正因为他既无罪 又深深的知道什么是罪 所以他要成为罪的这个想法就让他感到战惊 第三个原因 等待上帝愤怒的灵道是很可怕的 但是又并非没有喜乐 出自信心最大的行动就是 耶稣基督他为了那个摆在他前面的喜乐 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但他说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的时候 他的信心就在天上 他必须要先信靠他父的旨意 才能够理解他将要经历的这些苦难 我们记得这一点就明白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这几个字所包含的这种顺服 这个远远的大鱼 叫这杯离开我这个字眼所表达的畏惧 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位总是按照公义来行事的 这位宇宙的审判主 他要容许一个没有罪的人 为了这些不法之徒而面对刑罚呢 父需要认同为他人的罪舍己的那位 也必须要跟他立约 虽然父许可无罪的儿子而死 却只容许他儿子借着圣灵的大能来献上他自己 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同意这样子做 此外呢 只有神人有资格为许多的罪人死 他必须是完全的神 也必须是完全的人 因为他的位格拥有无限的价值 他为我们而死的价值 在于他出于自愿的这个献祭 如果他不是出于自愿而死的话 他就没有也不能够为罪人而死 耶稣基督出于自愿为罪人受苦 带出一个关乎他死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他的死在神的眼中是蒙悦纳的 保罗形容基督的死是新香的贡物和祭物 耶稣基督他欣然将自己毫无瑕疵地献上 就好像彼得他所提醒我们的 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 我们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无玷的羔羊之血所赎回的 父神他要求耶稣 按照他们之间永恒之约的条例 献上完全的顺服 而耶稣他就这样子做了 耶稣的顺服是被他的爱所驱使的 而他的爱使他甘心顺服 那这一切都那么的得他父神的喜悦 但是除了耶稣基督的自愿以外 耶稣基督他拥有一种 其他人没有 不会有 也不能够拥有的位格的尊荣 他是完全的神 他是完全的人 他是上帝的儿子 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的受洗 还有登山变相的时候 父神公开宣告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 父爱子 已将妄有交托在他手里面 在永恒的过去当中 子是父永恒 不可言喻的喜悦 基督在适服适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 他在未来的荣耀当中 掌权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 父因子得荣耀 他以子为骄傲 这样神不担当因为 耶稣他自愿无瑕疵地舍己而爱他 也因为他是儿子 所以神永远爱他 父必然爱子 而基于子的身份 子所行的一切都得到父的喜悦 神愿那基督的献祭 因为十字架就是上帝 他展开他属性的舞台 我们在以赛亚书49章3节的时候 我们读到 耶稣他荣耀父神 在他活着的时候 更在他死的时候 圣经或者世界历史当中 没有任何的事情 比耶稣基督的死 更大有能力地彰显出神的属性 我们知道神是完全圣洁的 完全公义的 一个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神 他怎么能够白白地来饶恕 像我这样子的大罪人呢 他怎么能够白白地来饶恕 像我们这么邪恶的人呢 原因就是 因为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地态者 凭着他的血 他设立他作为我们的挽回祭 十字架彰显了神的公义 以及他对罪人的怜悯 因为基督作为我们的赎罪祭 承担了神的愤怒 使得像罪人所施展的这个恩词 永远地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如果我们在各个他山上 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智慧 看不到上帝的恩慈 看不到上帝的爱 看不到上帝的怜悯 看不到上帝的圣洁 看不到上帝的愤怒 那么我们在今生 我们也永远看不见 也看不明白神的这些属性 基督的死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意义呢 那谈到基督的受苦 彼得就说 不只是基督 必须要忍受苦难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也必须效法他的受苦 彼得说 你们门遭原事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他曾为你受苦 让你能够忍受苦难 你之所以能够做 耶稣会做的事情 是因为他已经为你所做的一切 我们在基督里面 得救的这个基础 让我们有可能能够效法基督 而效法基督就是 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担尽的本分 那同样 保罗他也要求了基督徒们 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接着他就为他们 阐述了基督降卑的这个榜样 就是要需要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实价上 如果我们属于基督 就会跟他一同受苦 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 我们就必须照着主所行的去行 当然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救主 唯独耶稣基督是那一个完美全辈的救主 这并不代表说 我们不需要效法他的生命 不需要效法他的受苦 或许我们可能我们永远不需要上十字架 但是上帝他仍然呼召我们 要为他的荣耀活出舍己的生活 我们能够得到上帝喜悦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 他在两千年前 他借着他在十字架上 他自愿而且蒙上帝所悦纳的这个死 他先得到了神的喜悦 这一点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的 耶稣基督他甘心乐意的上十字架 远超过了他的子民 情愿上教会 我们在主日向上帝献上赞美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想到基督 他自愿为我们的缘故受苦 好叫我们为他的缘故 能够颂赞他 最后我们思想基督的死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 他的死是出于他自愿 他是无瑕无痴的羔羊 为他的子民舍己 不仅如此 父神愿了他的舍己 甚至超过了他的子民 愿意接受他的死 虽然人们眼前所见的 是一个被厌恶 被咒诅的犹太人 但是对天使 对天经来说 他却是上帝的荣耀 最令人震撼的展现 他的甘心乐意相称于上帝的悦纳 在这个受难节 我们思想耶稣基督 并他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总要记得 这位圣子 这位我们的大君王 这位神的儿子 他是自愿献祭的 而父神 悦纳他的献祭 因为 为了一棵树的缘故 我们欠了神的债 也因为一棵树的缘故 我们的债被赦免 第一棵树 指的是伊甸园中分别三棵树 第二棵树 是耶稣被挂在上面的 那一个十字架 今天我所使用的内容 是来自这一本 马克琼斯 他所写的 认识基督的27堂必修课 他很详细的用27个章节 来谈论了基督的属性 还有他的工作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找一找这本书来读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可以点赞分享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